31. 承報 司拳打車掌後腦亮營 推車看涉襲擊被捕 2015年7月12日 港民A05本部《港民報》報導 繼日前掛8號風球當天天水圍有躁南涉襲擊九巴車掌事件後 前晚又發生類似事件 一輛九巴603P 巴士洗經藍田岸田街近小巴暫時 而與一名推施有洗衣機首推車經過的男子爭路 男子大力撲打車身 車掌落車與對方理論 男子涉嫌突然從後拳擊車掌後腦 以及梁出營 M 輝母 車掌頭及背部受傷 雙營死譜對方腰間 不讓他逃脫 逃人協助報警 警方到場拘捕涉傷人男子 車掌被送往醫院救治 九巴化聲明譴責暴力襲擊前線同事的行為 並衷心感謝警方擲凶 涉嫌襲擊片段被目睹的市民拍下並上載至互聯網 片長約3分鐘 綜合有關片段和警方消息 現場衛南田南田街近小巴站 事發在前晚7時許 由車掌吳龍45歲 駕駛的一輛603P 雙層九巴 駛之尚指萬線時 見有男子陳明29歲 退私有洗衣機的手推車經過 吳停車仰路 為陳突然拍打巴士前閘門 吳落車與陳理論 雙方發生激烈爭執 吳不斷大喊打我喊 吳氣氛相當緊張 大力拍打車新車掌落車 理論兩人之後的情緒稍微平復 而陳就將洗衣機推回路邊 吳就轉身步往巴士 眼見事情將要結束之際 吳卻又再轉身追馬陳做收買佬 然後企圖離開 陳突然涉從後揮拳襲擊吳 有途人見葬報警 島地的吳死扣查底 以防他逃脫 警員到場拘捕陳 而吳手及頭部受傷則宋院治療 陳適普通襲擊被捕帶處扣查 案件由觀塘分區巡邏小隊跟進調查 九巴發言人表示 事發時一名推手推車的男子拍打巴士前閘門 車掌開門後男子上車襲擊車掌 車掌於是下車走避 男子手持約四吋長的刑 輝母 車掌緊繳對方坐在地上 最終警方到場拘捕男子 車掌被送院治療 九巴譴責暴力襲擊前線同事的行為 並衷心感謝警方全力操控